大家好,我是Viva,我住在台北 Viva,目前你從事什麼樣性質的工作? 我目前協助朋友在透過保險規劃 在退休的時候每個月都有3到5萬的退休金 能否談談你為何那麼喜歡你目前的工作? 因為Viva覺得人不一定會發生意外 不一定會生病,而是一定會老 那利用年輕的自己存點錢來養老眠自己 老了以後才會有尊嚴的生活 那你覺得你的工作可以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幫助呢? 這樣,我跟大家先分享一個故事 以前有兩位和尚 一個住在東邊的山,一個住在西邊的山 那東邊的和尚叫做一休和尚 住在西邊的和尚叫做二休和尚 那因為山上沒有水喝 他們每天都要從山上到山下的頸邊 那個西邊去挑水 那挑了10年20年以後 一休和尚跟二休和尚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為他們平常在山上沒有朋友 那有一天二休和尚下來挑水的時候 發現一休和尚為什麼沒有下來挑水? 他直覺反應是說一休應該是生病 那我趕緊挑了一桶水上去 他就要給一休和尚喝 結果他去山上的時候發現一休和尚卻坐在那裡 盤腿坐好 然後在那裡念經 旁邊有一壺剛氣好的茶 他就直接過去啊 很生氣的把一休和尚的頭扒下去 你為什麼今天沒有等我? 一休和尚說我今天沒有下去挑水啊 那二休和尚就說那為什麼你今天有水喝? 一休和尚就說我因為過去的時間我在挑水之余 在我後山都一直在挖井 那到昨天那個井開始有水了 我以後也再不用去挖水出來喝了 這時候二休和尚突然跟一休說 那你怎麼沒有跟我講呢? 一休和尚就說因為我以為你知道啊 所以其實我們在出社會的時候啊 很多朋友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 大家會講說如何去花錢 可是卻很少有朋友教你如何去存錢 那Viva希望可以擔任像這個一休和尚 二休和尚的故事裡面的角色 交朋友如何有紀律的存錢準備退休 在老的時候有源源不絕的退休金可以用 那也因為幫別人在規劃退休 所以已經連續四年到花蓮long stay 10天 那去體驗一下什麼叫退休生活 那在體驗退休生活的過程 Viva發現綠川的黃金鹹 在花蓮好山好水在地生產 那黃金鹹好吃 我們印象中黃金鹹它又顧肝 所以推廣黃金鹹可以讓我覺得 可以支持台灣農業在地生產之外 又可以顧到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是一減利口 忘了減世口 榮欣請問一下你對Viva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他是一個超棒的保險經紀人 然後因為我覺得傳統的保險經紀人 就覺得說他們很想要來做業績 或是感覺不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真的很誠懇的 就像是說他真的很想要照顧你之後的生活 然後他說的一些話 比如說他說你退休後 仍耐可以保持三到五萬的月收入 然後可以保障你有一個有尊嚴的年老生活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顧客最想聽到 妳對Viva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一點 Viva最深刻的一點是 他也是跟我一樣是協助他人做那個理財 有機遇的理財規劃的這個部分 然後趕快去在有限的一個工作生命中 生涯當中去創造出三到五萬的一個 退休收入的一個計畫安排 所以這個部分他很棒 他也是發揮了他自己本身的 對於生命上一個人生上的一個安排上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Viva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保險經紀人 他願意把他的這一些 這一些概念 這些理財的觀念呢 帶給他身邊所有的朋友 然後把每一個人的財務 退休規劃都當成自己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他很有愛心 Viva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有一個很聰明的頭腦 因為他懂得知道利用 建築水管的一個方法 讓自己保有一個持續收入的一個來源 而且他的 也會幫人家規劃一個退休的規劃 讓年輕的自己去 扶養未來年老的自己 讓每個人到退休的時候 可以不用為錢煩惱 想到Viva就想到 Yeah 勝利了此 那他也是跟我一樣 在黃金銜這邊 發現他 這可以幫我們帶來財富跟健康 那這個部分 希望以後 我們兩個可以共同 一起創造黃金銜的財富跟健康 Viva我覺得他 他最讓我敬佩的一點就是 他其實也是30多歲而已 可是現在就已經呈現半退休的狀態 那我問他說 為什麼他能做到這種境界 其實就是因為 他退伍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保險業 那也沒有換過行業 那他的專業也非常深 所以他對理財相關知識 都有他獨到的見解 而且他可以幫助 願意學習理財的人 在將來的退休生活 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規劃 那他從年輕到現在 都一直很專心的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我想他的專業度 真的非常的受人肯定 那也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地方 Viva其實我覺得他在 事業跟他的身體 跟他運動方面都是非常強的一個人 他一方面能夠騎著腳踏車 又可以到處去玩 又可以做long stay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讓人值得信任的一個人